立委黄国书被爆料大学时代当过国民党的宪明 那么他已经宣布退出民进党 其实不少过去参与野百合学运的政治工作者 都看过自己当年年轻的时候被监控的资料 像是现任立委范云就说 自己被监控的时间长达九年 而且是这个1986年之后 唯一一位被情治系统用专案来监控的学生 但他说即使到了现在 他还是不知道那个加害者是谁 只能够用印象去猜测 到底谁是那个出卖他的人 好 论如何我们就看到威权的时代 那时候到底统治者是如何来监控校园的 好 你说在这里头会接受到这些威胁利诱的情况 利诱的部分我们就带你来看了 那到底你当职业学生有多少酬劳呢 一个月可以领个五千块钱 好 五千块钱在三十年前 其实呢那时候也算是挺大的了 那么这样的一个监控时期 大概从一九七年到一九九九年 就长达了二十八年 监控单位就是法务部调查局 职业学生人数一度还破五千个人 而且监控的学校全台超过八十所大专院校 通通都有 那目标呢就是反正把你当作是匪谍啦 台独啦 学运啦 学潮等等 那只要你的思想有一点跟这个有关 你都会被捐控 那么春风计划从一九七一到一九九零 这是政治真防 校园安定小组一九七一到一九九三 这是各校常态的监控 安苑专案一九八三到一九九九 这是监控意义性社团 所以这样的监控真的是无所不在 民国七十九年野百合学运 让时任学运总指挥的立委范云 成为各界焦点 但也成为情志单位的眼中钉 都是充满了理想 那居然在那么紧密的团体当中 也都会有所谓的廖北亚跟县民 家人的 我从来没有对人分享过的 比如在哪里 哪里工作读书这一系列 里面都有 渗透无孔不入 从家庭状况到会议记录都被流出 那段日子也让曾在学院担任 领袖的立委中嘉宾难以忘怀 我们在特定的地点很隐秘的要去开会 那为什么会议的内容会外泄 其实通常我们第一个联想 就是有人在外面偷听 因为可能窃听 因为我们是学生 我们怎么知道窃听的技术 人与人之间的信任被拿来当作监控工具 根据初转会委托台大教授执行的研究报告 调查局在一九八零年代 在全台部件的泄民总数超过三万人 据连校园也都不过情致单位征搜 高密者以每月五千元的酬劳 监控超过八十所大专院校 这些职业学生一度超过五千人 每年花费就要超过三亿元 为什么当年的信任 然后我到现在到底是应该相信谁 我好像记得七页 当时记得七页吧 一张张笔记里头记载着自己被监控的细节 但这些档案中的加害者到底是谁 连被监控的人都不知情 如今随着微全监控报告公诸于事 背后真相恐怕才要揭晓 华视新闻一方张笔记台北报导